大家好啊,看看我们的中国人啊,我们的同胞啊,有多么的可怜 这个,这几个人不是警察,写的交通,应该是交通局运馆吧,运输管理部门啊,中国就是正出多门啊,就是这种叠床嫁屋,就是这种养了大量的这种狗腿子啊 这个,这哥们可能是个开黑车的,或者是个滴滴司机啊,这个我比较能够理解他吧,是吧 这个,因为我当过滴滴司机,不是专职的啊,这个,我大家都知道,批发粮油的,是吧 这个,这个,倒油,倒腾粮油的,但是我在2015年,2015年的6到8月,这个滴滴快车 啊,这个,司机管这个叫拉滴滴,拉滴滴,拉滴滴,我拉了200多单吧 6到8月,啊,那会儿我们就是,比如说北京站不敢去 啊,我那会儿生瓜蛋子,出生牛犊不怕虎,我敢去 后来人家说你可别去,要给你摁在那儿,两万,两万,啊,罚你两万,啊,这个,北京站,首都机场,接人,送人,别去 哎,我就不听这些,首都机场,我也接人,也送人,还有西客站 西客站,西客站,我也到那儿送过人,也接过人,啊,还有哪儿啊 还有月潭南街那附近,说不能去 说月潭南街,因为那个地儿好像就是这个北京市交通局运馆的一个警察大队的,好像这个办公室所在地 啊,你到那儿,啊,很大几率就是给你设的套,给你诱骗到那儿 然后一堆人出来,你想跑都跑不了,你突围都突围不了,啊,所以滴滴快车是非常夹缝里求生存吧 啊,当然人家上层柳传志的闺女啊,柳青什么的,人家上面是买通了 至于你司机,那就没人管了 还有,还有所谓的正规出租 就是各大出租汽车公司,北京市还有十来万人 啊,十来万人,有的是这个双班 就是说他,有的人是12小时一换 一辆车俩人,有的是大班 24小时一换,啊,所以十来万个司机 车可能有五六万辆啊 这些大的,什么金剑,银剑,金银剑,鱼洋 啊,然后那个什么这个首汽,北汽 这大的公司,有的都上万辆,七八千辆 他们也围堵这些开滴滴的 是吧,当然了,在纽约,在巴黎,在马德里,巴塞罗纳都发生过 我都见过在巴塞罗纳 所谓的正规出租,也游行 甚至也围堵,也要打这些开滴滴的 开Uber的,就是优步的 这种矛盾是很深的啊 中国人活在底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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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